然后呢右键点这新键 新键一个什么呢 新键一个包 点黑马 然后点这个test 然后ctrln 好来一个test1 finish ctrlnv翻过来 然后来看 说需求我们有儒价的一个字符串 5127463850 然后呢让它进行排序 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吧 这个思路怎么走 首先第一步 分析 分析 第一步干嘛呀 第一步就是将 字符串 切割成 切割成 字符串 竖组 把它切割成字符串竖组 你是不是把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就拿出来了 但是拿出来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字符串 那字符串呢 它其实也可以排序 但是它排序啊 跟我们数字的排序不太一样 比如说 现在有个100字符串 有个80字符串 那它认为谁大谁小呢 它认为80比100大 为什么呢 它是比较第一个不相同的字符 那么8现在比1要怎么样 是不是大呀 所以这样比较的话 那比较的这个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那我们需要把字符串转换成 印它数 然后再去比较 好 那么第二个 第二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 将什么呀 字符串 转换成 数字 并将其存储在一个等长度的印它数组中 那么这个等长度指的是等谁的长度啊 是不是等这个字符串数组的长度啊 所以一个等长度的 好 再来 再来看 我存到了印它数组中 就可以对它进行了什么了 进行排序 排序 然后排序之后 将排序后的结果 便利 并进阶上一个字符串 好了 那这就是咱们分析的这几步 按照这几步来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字符串定义出来 S就等于的是 不知 拿过来 让它 Ctrl V 粘贴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干嘛呀 是不是对它进行切割呀 怎么切割 刚刚学了一个方法 叫做Split 对不对 好 切割 切割生成的是一个 子震数组 我们就来一个 我们就来一个S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S点 Split 然后里面传一个正则 这个正则其实就是一个空格 对不对 空格 好了 那这通过这个空格 把我们这个字符串切割成了字符数组 字符串数组 那里面的每一个都是数字字符串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第二步 第二步干嘛 将字符串转换成数字 并存储到一个 整长度的 Int数组中 那咱们先把这个Int数组定义出来 Int中括号 AR 等于New一个 Int中括号 SAR Learns 这样的话怎么着啊 是不是 它的长度跟它的长度是 一样的了 然后呢 我们便利这个Int数组 将死菌字符串 转换成Int数 并依次存储到我们这个Int数组中 好 再来看啊 我来一个A2I 等于什么呢 等于S A2I 这行吗 为什么报错了 你这里面是我没有转换的 直接将字符串 付给了我们的这个 Int数组了 那我需要把它干嘛 需要转换一下 怎么转换 记得咱们学的那个基本数字符串 包装类了 它里面有什么方法 PathInt 可以将数字字符串 转换成数字 来看 IntInteger.PathInt 然后这里面传一个 SAR 这句话的意思是 SAR 好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章 数字 四伏串 转换 长 数字 好 那么这样 转换完之后也存储了 那我就可以接下来对它进行什么 说排序了呀 好 排序 复制过来 排序呢 你可以用选择 也可以用冒泡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 Arase Arase.R 用这个 好 AR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对它进行排序了 排序之后呢 我将排序后的结果 变立 并拼接成一个字符串 那拼接字符串 咱们是不是学过呀 那么只不说 咱们原来学的那个拼接字符串是怎么着 是不是最后结果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来一个右中号 然后中间有什么 是不是逗号 现在咱们没有这个中号和逗号了 那做法呢 跟它做法一样 但是更简单了 那我们用死郡来做呢 还是用死郡标的来做呢 拼接这个字符串 大家来说一下 用死郡做还是死郡标的 用它俩都可以 但是用死郡不好 为什么呢 会产生很多的什么 是不是很多垃圾 好 咱们用死郡来做一下 死郡S 我先等一个空块 不许要有左中号 我就让它直接等于的空串 叫S不行 咱们现在这个有个S了 STR 好保存 然后呢 先来看 我们来一个 在这里面我们判断一下 说如果你这个I 要是等等于了 AR.learns.1 那就是等于了最大所应 你最大所应干嘛呢 我们来一个STR 等于STR 加上AR.i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这个什么也不用加了 就结束就可以了 这是最后一个元素 对不对 我们最后一个元素 没有这个右中号了 所以不用加了 然后IOS IOS STR 就等于了STR 加上这个AR.i 然后再加什么 再加个空格 最后呢 我们再打印一下 这个STR SSO 打印STR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吧 运行 来来看 27384650 主要 OK的吧 这个是OK的 但是呢 这种做法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它会不断的产生垃圾 大家来看 第一次呢 它STR等于是这个空串 然后紧接着来做这个 循环变力 那我把这个数组拿过来 数组拿过来 复制 这就是这个数组 然后第一次呢 它是个空块 然后I等于0 0小于AR.i 这个条件是满足的 满足 然后过来0 等等于AR.i 就是等于这个最大 所以这个条件是不满足的 然后是不是就走它了 走它这个位置应该什么 首先是空块 空块加上谁 加上27 然后再加上一个空格 这是第一次吧 那么这一次相加 原来那个变成什么了 数变成垃圾了 好 再来 然后呢 I等于1 I等于1呢 判断这条件也是不满足的 也是到这里 然后STR加上ARI 再加上空格 STR里面记录是它 然后再加什么呢 再加上38 再加一个空格 然后再I加加 I变成2 2过来判断 这个条件也是不满足的 所以就走到这了 然后27空格 38空格 再加上一个ARI 那就是46 46 再来一个空格 然后接下来50 再来一个空格 然后再来看 I加加已经等于了 我们这个最大缩影了 然后呢 这个位置就相当于STR 是吧 STR这些内容啊 好 这些内容 然后加谁 加上最后一个91 所以后面不用再加任何东西了 然后这就是整个这个字符串 但是呢 随着不断的去加 原来的那个字符串就变成了垃圾 这样的话 在我们内存中产生很多垃圾 不太合适 那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 在另一种方式去做 来对照这去做啊 我们来一个 S T-I-B-U-I-L S-B-U-I-L S-B-U-I-L S-B 就等于 你用一个 S-B-U-I-L 它是一个可变的字符序列 所以呢 它只需要在堆里面创建一个对象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 便利其实也跟它是差不多的 复制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把这一行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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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错了哈 Ctrl-D删掉 然后呢 在这里面大家看怎么写啊 我先写L字里面的 sb.append 然后我添加的是 ar i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 是不是再加一个空格 都明白吗 append要这么添加一下 然后再来看这 来一个sb.append 添加一下ar i 是不是就OK了 那么一开始呢 你是不满足的 不满足我就在这里面 这个是相当于是27加一个空格 然后呢紧接着在后面再追加上38加空格 再追加上46加空格 50加空格 然后到这里面 这是最后一次了吧 就把91放进去就可以了 好最后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syso打印sb 在这里呢 你不用再去调用tostrain了 因为你打印一个类型的引用的时候呢 它默认会调用该类型的tostrain方法 那如果是你想把它转换成字不串 那就调用tostrain就行了 但是在这打印的时候 它默认帮我们调用tostrain 来运行一次 大家看 这个结果跟刚才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在内存来说就不一样了 它怎么样 它是不是会更节约一些内存 好了 那这个支持点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